國際特殊奧林匹克3對3籃球賽 場上中華隊球員默契配合 一個背後妙傳算被破壞掉 還是成功獲得罰球機會 罰球線上身材高壯的99號球員 吳玉鏡進攻籃板防守一把招 他是夢想雲林偏鄉籃球教練 培養出來的籃球選手 練球時態度認真 跟隊友有說有笑 看起來十足陽光開朗大男孩 但吳玉鏡其實從小檢查 發現患有輕度智能障礙 說話口即不喜歡跟人溝通 爸爸也去世了 然後剛好就有這個機會 然後可以踏入高中的籃球 因為父親過世母親改嫁 吳玉鏡跟著姐姐一起接受教會協助 住進夢想雲林宿舍 不用再擔心學費和生活費 加了夢想雲林的一些籃球隊的訓練 然後也因為教練的關係 有這次機會去出國比賽 我也他滿驕傲的吧 開始接觸籃球運動後 有籃框的地方就不會空虛 也讓他打開了封閉的心房 很不太敢去表達這樣 可是透過籃球 透過這樣一個關係 其實讓他很願意跟人家互動 也很努力在球場上表現這樣 經過高中三年的訓練 吳玉鏡入選特殊奧運籃球賽 國手跟隊友一起贏得東亞區金牌 為國爭光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TV新聞張崇敏 雲林採訪報導 TVBS大運動家 跟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行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Owin